我们观察一个盲人 发现他始终在摸索的前行 他无法在驱离拐弯的路上大踏步行进 他看不见前行路上的坑坑洼洼和半角的石头 对此我们由衷地感到悲哀 那么我们眼明人就如何呢 我们兴高采烈地清香倒柜 尽我们所有娶了一个媳妇 几年后又要痛苦悲伤地与其离婚 当初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就看不出几年后的结果 诚心诚意地毫费大量时光交了一个朋友 可这个朋友背心弃异 不但刮走了自己的一点积蓄 还拐带了自己的媳妇 我们当初是不是瞎了眼呢 我们全心全意扶持一个人 观韵亨通扶摇直上 可他一旦得势 不仅不关心我们的生死存亡 还要反过来把我们踩在脚下 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就看不清人呢 我们可怜某人 精心竭力帮助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可他一旦好了伤疤 却要恩将仇报 反响一口 不仅偷我钱财 还要造谣重伤 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 我们的眼睛当初到底看清了什么 父母辛辛苦苦 欧心沥血 把自己的孩子拉扯成人 本想老来有个依靠 可他转瞬并上江场 或浑坠伦底 既然如此 何必当初 我们的眼睛到底能看多远 我们拼命地生养子女 为他们不辞劳苦 费精心血 不仅享受不了天伦之乐 老迈之日 仍只靠不了他们 天伦之乐 成了天伦之苦 我们何苦如此 我们是不是盲人 我们求学之时 费紧忘食地学习某些课程 但毕业后 左之右驾 从事不了自己所学专业 早知如此 当初何苦要点灯蚝油 被神劳心呢 我们起早摸黑 省吃俭用 绞尽脑汁 勤苦终生 离死亡之时 想想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我们稀里糊涂忙 为何事 波长在四百至七百毫微 米光线范围外的物质 我们看不见 空气中飞舞的流行性病菌 我们视而不见 光彻性元素 在侵害着我们的神经细胞 我们视而难见 河流中充满了病毒性细菌 我们也视而不见 大众的福利 无形中流失了 我们同样视而难见 明天要发生什么 我们的眼睛同样看不见 我们的眼睛到底能看多远多深 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们与盲人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一江功成万古枯 一家富与万家穷 前人辉煌 后人凄凉 今生成威 来世遭罪 我们到底明白了什么 又看出了什么 我们每天忙忙碌碌 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在看似笔直的大道上 斗志昂扬的狂奔 这条路是不是最佳的人生道路 我们热衷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加奔加点的在某处盖房子 但这个地方很快要地震 那么我们干的越多 是不是损失越大 时间抓得越紧 是不是浪费越多 我们满头大汉 心急如焚的去排队 急着购买 泰坦尼克号处理行的船票 买到之时 是不是悲剧开始之日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 我开着一辆四轮驱动的 丰田牌皮卡车 奔驰在津巴布围 宾卡地区的丛林小道上 途中 突然窜出一条兔子 想越过小路 我紧急刹车 可已经来不及了 兔子被压死在车轮底下 兔子啊兔子 你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过路 你若迈上几秒钟 就可以安全通过 为什么要狂跑 快 难道能使你安全吗 最近 我在四十六号别墅的书房中 开着窗户打字 夜晚 经常飞进几只蜜蜂来寻找光明 待到第二天 这些蜜蜂的结局 一律是死亡 蜜蜂啊蜜蜂 半夜三更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待在黑暗中 却偏偏要寻找光明 难道 凡是光明的地方 都是好地方吗 多少人间的悲剧 就发生在匆匆忙忙中 多少人生的欢乐 就葬送在对光明的追求中 人们啊 我们急急忙忙 到底要去哪 有一个农夫 听说远方能挖到金子 他就变卖了自己的田产 去远方淘金 几年后 两手空空地返回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 听到的第一个 令他追悔莫及的消息是 那位买了他田产的人 就在他卖出的土地上 挖出了大量的金子 人都处在盲区中 我们似乎都在瞎碰瞎撞 古今中外 好像还没有几个人 能明确地为我们 指出一条幸福大道 各大宗教的经典著作 太深奥 我们还未弄懂其寒意 我们在盲区中 还要走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